阿里大师官网上有了一个倒计石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同样的easy surprise也有一个倒计石 怎么又跳回去了 现在阿里大师官网出现了两双鞋子 一双是黄色的椰子 一双是白色也是偏黄色的一双 菊花正在转 不知道会不会转到我呢 我发现我好像可以买 我刚才无意中看到网页跳了进去 一大早起来我又花了239块5毛3 没想到早上起来就看到有这么多的easy发售 今天据说是一个补货 就把之前的很多的鞋款都发上来补货 但是今天我跟韩老师约好了 上一次我去奥特莱斯去买底裤去了 当时我说过有机会的话 我会去纽约最大型的奥特莱斯 也正好跟韩老师约好一起去 让他带我们去看看一些品牌 因为那个奥特莱斯比较大 不仅仅是普通的品牌 就连一些青色高阶的品牌都会有 现在的时间快到了 韩老师正好在楼下等我们 我们一起去找他 嗨 韩老师一边开车一边抢椰子 抢不到啊 没抢到吗 抢不到 easy supply又刷了一双这双700 其实这个颜色我还挺喜欢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不好看 前面还有一双白天使 都是一些不太热门的鞋子 这沙发软得实在太舒服 还有全景天窗 来了 韩老师你的车还挺好玩 我开了全景天窗 哦 逛一圈有山有水有商场 有韩老师 嗨 很久不见 我们距离上一个视频 已经过了大半年 上一期视频我们是去了曼哈顿 去逛了一些主大道 还有逛了Dover 然后逛了Birdoff 那这回我们不一样 上回是逛贵的 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Woolberry 是在纽约大礁区里 然后主要有山有水 对有山有水 然后人挺多的 并不无聊 一般来美国 主要是因为便宜人才多 对一般来美国 肯定是这是必到的一站吧 旅游景点吧 算是一个 来纽约必到的一个地方 叫做Woolberry 都是一些朴素的美国人民 在这边找一些折扣店 在我们的身后有个Pakistan Pakistan也是一个美国的 潮牌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 Let's go 机械裤 这不就是我去 私家对参加展会的那条裤子吗 它这中间这里有两个扣袋 其实它也是一种装饰 这条裤子才15块美金 这条是15美金的 我感觉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反正15美金也就是一碗牛肉拉面的事情 虽然这条感觉不怎么好看 但是 舒服 真的很舒服 搁的 然后很薄的那种 薄 轻薄 对 所以要不要修身 这条怎么样 这条是真心容的 有怎么样 有点修身 真的很瘦哦 这条裤子 所以刚才我试了四条裤子 我决定了 买的是15块钱最便宜的那条 其实这椅子是热的 我们赶紧起来吧 我们看一下今天韩老师穿了什么 你的T恤 JRT恤 Vibri T恤 然后这个上罗兰的鞋 酷的就是特别便宜的 优衣裤 优衣裤的一条运动裤 这些就是 也是氧化了 太黄了 但是我回头想试一下 那个去氧化的那个东西有没有用 然后你的眼镜 汤富尔还是啥的 对没变 还有饰品 还有链子 克罗兴 克罗兴 然后这是一个尼泊尔的 一手工戒指 人家从尼泊尔带来的 这个克罗兴的 然后这是Cody 今天韩老师想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随便看看吧 这里因为牌子挺多的吧 而且有很多那个奢侈品都在打折 虽然不是太新的东西吧 但是有的还是挺好看的 有时候你会帮朋友在这边会帮他们买一些 比如说你要是回国的话 或者是方便的话 会来这边帮朋友看一些 会会会 有的时候就是如果那个要是没事方便的时候就开车过来 毕竟挺远的嘛 然后会帮朋友买一些就是有的没的 看他们需要什么 对 看他们的需求 银联最高八折 使用银联卡卡号以62开头 获取最高八折优惠与优惠手册 我是在打广告 巴黎四家 这个太扎脚了吧 这穿着那个几地铁 行 我要看 我要看那时候 他现在他这个鞋子 他的绑设计是这样 哦 那个电话线是什么 对 说这边的跟五大道的一些品牌店有什么区别 这一般就是不是当季的 然后价格 肯定折口比较多呀 是不是五大道的卖不完了 拿来这边卖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有的时候也能淘到好东西 就是比较还不错的 可能不知道某种原因吧 当时没卖掉 或者什么 得看运气 韩老师要看白富美标配 请见老板 欢迎光临 可能天如是偏女性吗 还是偏男性 都 都可以 有可能会更爱 那边还有迷彩 我感觉好像我见了 那位明星有穿过这个迷彩 韩老师以前有一些就是迷彩风嘛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迷彩的 哦 对了 是不是 华人天如有那个凉鞋 女性 我看 她有穿过 对 有这个钉的 要不要试一下 没我号 没你号 我会嫁给不了这个 这鞋子挺好看 但好像也没我号 司华洛斯奇 你说我们会不会套到Supreme的联名 Box Logo 也许有人在后面藏着呢 王家尔 唱那种Findyman Findyman Findyman 就那个歌 她现在多火 都出了这个和Findy的联名了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好东西 欢迎光临 我想要看王家尔穿过的 王家尔穿过这边没有 这里面 这里面要是我的私意间有多好 这件T恤突然看到 现在的设计就是满身Logo 你看每个牌子都是 包括以前代表是全身大Logo 你要是拖鞋 这它是有毛的 要是湿水的话呢 水都会记在上面 对 小慧毛 你适合穿这种鞋子吗 我不喜欢 这种高的人 这种鞋子要穿去赌场的话 特别受欢迎 可以 我觉得 这毛球 一度火热 可以把这挂在包呢 没有人挂在抽药的话 这一百八 这两百一 这个不知道多少钱 哈老师要看什么 看指令板 这个 自从换完设计之后 你看它这个Logo自己什么的全变了 没有当初 原来不是这样的 原来不是的 我记得它好像有个点 欢迎光临 好 哈老师要给我们绣包 什么包 你是在健身吗 什么 已经换了 对 它原来是有个点 因为我记得 哈老师把你的可乐放进去 哈老师试一下那个包 这鞋可以适合去健身 爬山 脚趾都要分开 明天要搬家了 买一下这个大包 没有没有 看一下 看一下 好 谢谢 哪个 里面的东西吗 这里还有中国导购 这个有点像回力的 回力的鞋子 这个配色 它在国外就是特别火 老外特别热 然后你看这些奢侈品 开始模仿 模仿回力的 对啊 多少钱呢 多少钱呢 差的多吗 现在是三百五四 三百五四 差了十几二十倍 这是大猩猩 确实是宠物 这是拖鞋还是 这比Gucci还要狠 而且我发现它是分中分的 分中分的 感觉像那个什么狗 什么古墓 还是什么 就挡着眼 好好的保护它 韩老师的装扮比较符合品牌店的这个气息 我进到店里面店员都不怎么撩我 Gucci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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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复读机 Massi Gucci人比较多一些 还要排队的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这个下一个品牌是叫什么 杨树林英文 San Lorenz 老板又要给我开门了 谢老板 装鞋子才多少钱 都是眼泪 259 现在的阿迪达斯官网已经发售到了这个 EasyBoost 700黑色的 我好像发现我可以选尺码了 我已经没有那个转圈的那个尿等待了 现在直接是选择尺码 选择一双我要的8码 然后添加到购物车 然后哇300块钱啊 这么贵 300块钱我还不用买刚才那双圣罗兰的 还便宜 对啊 才259 韩老师快要哭了 刚才看了一双鞋子 跟你现在脚上的鞋子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那个是配色是金色的 对黑金我是黑红的 你买的时候是 我买的时候打完折是400多 现在他店里面卖的是259 所以你 老板请开门 来介绍一下 对 这个我在哪里见过 对啊 这很经典 多少钱呢 便宜160 160 有打折吗 还红色的还不错 但是现在是夏天 买了放家里 粉色的 这女的吧 女性的吧 蛮女多的嘛 看一下他logo 是这个笑脸 我们下一个要看什么 应该是叫鲁薇薇 鲁薇薇 鲁薇薇 老板已经在那等我了 谢老板 我有长知识 因为我不知道他叫鲁薇薇 就现在这大陆过 现在很多人都穿这T恤 小笑 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 有些买的是粉色 有些买的是红色 但我觉得这个 比较运动风 为什么要22号呢 欢迎来到鲁薇薇 谢老板 鲁薇薇 所以你现在装着鲁薇薇 这个是鲁薇薇 但是也设计了同一个人 怎么认识 是鲁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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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他现在这个也是破洞的设计 对 原价1000多 现在卖600 其实600块钱 买一件 鲁薇薇 也可以 哈老师你也是夜长小王子 太大了 下面这个也可以 这钉够多 这个小包挺可爱 我想看他这个小熊的T恤 不知道有没有 他好像是女装的 因为他有点偏小 这个叫什么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我喜欢他身上的那件T恤 不知道他可以帮我找 I'm looking for your T恤 on you Right there 是这件吗 对 感觉还不错 它是叫True Religion 原来我看到这个大胖子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日本的品牌 因为它有点像日本的相符 你看像佛 像佛 对 所以是美国的品牌 其实不是日本 加州的 还不错哦 这是它正面的logo 然后呢 这是 它的背面 它质量 它料子真的很好 30块钱还可以接受 你喜欢贪吉他的佛 买还是不买 买呗 喜欢就买 有钱不花死了 白搭 钱财乃身外之物 你买了只不过钱就换了另一种形式陪伴在你身边 所以我觉得更有意义 说着说着吃着面 就来了一个 黑猪的猪带 灰尘 从今天早上一直刷刷刷叶子 对 一直现在我们看到了 现在已经下午的6点了 我们在等着这个是灰尘 我觉得今晚有可能发750 750 对也不是没可能 我喜欢黑色的750 从早上的10点11点 逛到了下午的两三点 我们一直都在逛一些品牌店 其实我是跟韩老师一起去逛 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因为平常我都是关注在街头潮流内比较多 那韩老师呢 对于Koroshina 或者说是一些 像今天杨树林这些品牌的话 杨老师 韩老师会逛的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今天时间关系吧 可能没有说更透彻 更详细的去逛 我是没想到奥莱的品牌店 会有这么少东西 东西就那些吧 如果它真的很全的话 那就不是奥莱了 那就是真正的Boutique店 买了半天 我就是买了一些自己普通的一些衣服 我也是今天两手空空 没买的东西也挺舒服的 反正就是以后多的合作吧 看咱们可以介绍一些什么东西给大家 然后如果有喜欢我的可以在屏幕下放 关注一下我的微信 你的应时和微信 对要是如果有朋友想找韩老师买一些品牌的 就比较轻奢高阶啊这些品牌的话呢 都可以自己去联系韩老师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6点20分了 韩老师待会还要去跑步健身 那我们就不打乱你的计划 不打乱你的作息时间 那我们下一期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去逛 下一期再见 OK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Peace